深城市AI横空出世 产业连带升级 人才需求跟着改变 1111人力银行着眼于此 攜手数位时代 举办AI新世代科技人才趋势论坛 我们邀请超过30位产观学专家 开办我们学的GPT 免费的线上课程 我们从各个角度 提供专业的实务观点 今天的论坛 我们期盼能够透过不同的面向 激荡出更多宝贵的意见 作为台湾未来科技人 人才培育的重要参考 由于深城市AI带给产业巨大冲击 1111人力银行调查 8成2的上班族认为 AI将会取代不少工作 其中翻译人员 电话客服 柜台 行销文案 生产线 行政助理 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工作 因此这次论坛邀请 台湾微软 寿西营运长程慧荣 AIA命书长洪怡秀 KPMG台湾所执行副总刘彦博 深城市AI创新学院执行长 李海硕 针对企业领导 永续经营 人才培育 以及如何面对AI世代等题目演讲 从产业上用到的技术来整理的话 核心技术是机器学习 生技术学习 那有一些资料置底的这些框架 那到应用 那最后到AI的产业应用 现在很多的企业面临焦虑 焦虑就是说 我一个新的东西 其实都还没有顺利的导入完成 那又跑出一个现场 那我要不要再花时间去学 然后说以我在这个顾问 辅导那么多企业的经验 我跟各位报告 要去理解这些东西 一定要去理解 最重要的事情是 Soft Skill非常的重要 再来 我们需要做到更多的 Reskilling跟Upskilling 但这里要先特别跟各位报告一下 大家说Soft Skill Soft Skill很重要的前提 是他们认为 你已经拥有了必要的技能 所以不是有了Soft Skill 然后本来技术没有关系 不是这样是本来你拥有 你原本职场需要的技能 再加上Soft Skills 惠中数位发展部 数位产业署署长 李振华也到现场 数位时代创新长黄亮珍 一同加入对谈分享看法 一个工具的改变 那这个常常也会有人说 这个取代的人取代的人 唐翁部长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去年一成立完之后 因为刚好有一些Event的 他就说AI呢就是有点像是 哆啦Amo跟大雄之间的关系 还是以人为本 我想提醒大家说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 呃特别的这个偏好跟喜好 有不同那个时代的次文化 将会变成未来的主文化的一部分 那我们去理解就会发现 事实上他跟我们 join进来在社会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有很多可以连结的地方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够了解 所以我们才担心才害怕 为让求职者技能再提升 1111人力银行与深城市AI创新学院 举办多场CHET GPT线上免费课程 协助强化职场技能 同时1111也会持续关注各式议题 带给求职者产业新脉动 1111媒体中心采访报道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动动手指头 转发出去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 更好影片的动力哦